哈喽大家好我是薇哥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排位 用的是项羽 经常关注薇哥的应该知道 我是比较喜欢玩法师和射手的 但没办法 这两个位置很容易被队友抢掉 你就像前面两个 法师被二楼抢了 射手被三楼抢了 那没办法 我只能玩虎柱 然后现在玩虎柱呢 又比较喜欢玩这个项羽 项羽是这把玩过之后 就感觉项羽非常好玩 至于如何好玩 我们在游戏中就可以看到 这边首先我们去 准备是去红霸虎这边 干扰地方打野 但发现对方没有在这边 那我们就准备回中路支援 这边中路司马懿和张飞 在打我花的杠架 张飞反应慢 司马懿反应很快跑了 怼了一下张飞推到塔内 然后就被杠架一个一进 推到塔下 跑不掉 点了一个赞 然后接着我们去上路 支援射手 这个加罗还不知道我们来了 他应该是有点傻 这边他想跑一个一进 顶一下 然后杠架马上闪现 再加一个一技能把他推回去 这下赶架 加罗直接打我花的那个鱼姬 不打我们 然后一下子开局一分钟 就打到两个人头 是不是很爽 碰到对方张飞 就想和他玩一玩 大家都是鼓柱都是漏 那么看看谁厉害 这时候我们不要往那边推 毕竟那边是他们的地盘 对吧 诶 这边来了一个 先怼他一下 走跑一个 好的张飞打不到我 我们跟他玩 玩捉迷场 你又进我退 你退我进 我就跟着他走 诶 他顶着我一下 诶 他不走 诶 原来在那扫我一下 诶 一技能没有顶到 二技能 抓他一下 两个人打起来 诶 加罗来了 但我不跟他打 赶紧跑 然后李白上去 我没有技能 怎么办 诶呀 想去支援没有办法 只能撤了 再扛也扛不住了 这边我们看一下 还算了 不管能先回去吧 没许了 随时做好顶孙悟空的准备 孙悟空不打我 对方关羽欺负我方的杠将 我们来支援一下 哎呀 杠将还是被关羽击杀了 我们两个都是有余制的余制备的 你看 关羽还居然往回顶我 这是作死 以为我是杠将吗 开玩笑 好 这边是马亦来了 我们先过去 他应该是要去下路 诶 你看见他刚好一个大招过来 一技能顶他二技能 再加三技能 成功的把他收割 我们又到敌魂野区 诶 这边张辉突然出现 诶 这边有佳洛 我们先不去烂弹 好的 来了 又是司马懿 一个大招 二技能顶过去 张辉跑了 这边司马懿又来了 司马懿一个一挑事 捉死了 来了一个孙悟空 调皮的猴子 等待机会 一技能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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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没顶到成功 但是他一挂了 这边先等一波 加罗还来 不怕死的加罗 好 这边嫁给弟友吧 我们回家 伙伴达摩在追击对方的加罗 这边要支援一下张辉过来 先顶一下 诶 司马懿 一个 诶 想换大招 被他继母沉没了 赶紧一个续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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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语 光语还想追我 等待机会 好 他赶回头去顶他 这边打团 先顶一下 救一下鱼姬 好的 有机会 那成功的收割了一个 司马懿 再等待机会 躲在草丛里面 诶 又来一个 顶一下 好的 他想打我 不要 还是被他捶死了 没事 一放二 直了 这局玩下来之后 就决定 以后可以多玩一下项羽 如果说就是 没有射手和法师的位置的时候 玩虎助 那么就用项羽 又漏又 又那个好玩 对吧 能推着他们怀疑人生 好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吧 大家觉得项羽玩得如何呢 欢迎大家评论这边 我们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咯 你会被打死了 你会被打死了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Ace Victory Triple kill Triple kill